如果國民黨要這樣談 我的回應就是三個字 去死啦 因為趙少康講說 我們啊 侯友宜絕不可能當副手啊 憑什麼啊 對 好 那這個於是 ETtoday就出了一個獨家 他說柯文哲27日痛批 國民黨合作兩條件 是不比民調 國民黨要當政 這是哪門子合作 不僅如此 據了解 柯文哲對外說完此言論後 中午在與黨員開會時再批 如果國民黨要這樣談 我的回應就是三個字 去死啦 講這麼激烈啊 他真講這麼激烈 其實最早是邱毅說 如果要這樣的話 那個柯P他 他沒辦法啊 你們說一定要侯柯 他說已經往那方向了 那你憑什麼 他說柯P說剛好相反 柯P才不要 他已經關了藍白河的大門 沒關係啊 老趙我也不怕得罪他啦 第一個 今天誰在開協調會 或是在協商之前 先把底線抖出來 你說我侯友宜決定不能當副的 你誰啊 你今天有人正式委託你 要去談了嗎 第二個 柯文哲有同意 你可以代表國民黨嗎 郭台銘有同意 你可以代表國民黨嗎 你把這個講死了 主流人認不認 主流人認不認 當然啊 而且還沒完 你講這個東西就是情緒勒索 我先開始講 我先講先贏 我們家侯侯啊 沒有要做副手啊 那不然怎麼樣 要退選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 你一聽我的網友 我們網友就不知道怎麼搞 這一台也有不少柯文哲的支持者 他一聽就說 你什麼你哪位 你這樣講了 我們為什麼要跟你談 對 你這個也不是正規矩 你要搭野台戲 然後你某種程度 要說我這柯比我聽來 你好像在羞辱我嘛 你就是看我不起啊 奇怪了 我何文哲有這麼跨水小 你看我看到這麼的不起 對啊 那他不能當父 我今天早上就是一邊 跟朋友開玩笑 我說他不能當父 他就退選啊 他可以退選對不對 我們有一句講說 賴力投的兒子是自己的好 是 我兒子好棒 你可以當他自己的好 我跟你講 邵康兄可以誇自己 會有多好多好 我都接受 可是你一開始就講 欸 我跟你講 我兒子 我兒子可是不帶小孩 不做家事的喔 你們要嫁給他 你們自己看著辦 那就跟很多嫁女兒 爸爸都會說我講 我女兒不能做家事喔 我女兒什麼都不能做喔 我覺得更像一個什麼 叫柯碧來遭入罪 沒有主體性 但是他 你要信我家 柯P民調是 入罪 那你憑什麼 板綠第一名啊 所以我今天寫一個專欄 我每週三教專欄嘛 我的標題很簡單 侯友宜憑什麼 我並不是罵你 你憑什麼 你要證明嘛 你要憑什麼 你拿出來的傢伙 你的籌碼是什麼 對 你憑什麼叫人家入罪嘛 你憑的是什麼 你看 PH1就直接講了 聯署果凍加一 因為國民黨死不認清現實啊 就是我剛講 三者反律喔 你要聯合缺一不可啦 你在那邊每天想說什麼 喔我們要排擠 關一邊 然後我們兩邊就可以方便談 沒有啦 你沒錢的啦 你的門庭是光彩到什麼地步 你的兒子是帥優秀 那個高富帥到什麼地步 要我們配合你 對 我覺得這個 以前國民黨就有大佬政治嘛 大佬政治什麼八大佬 就是關鍵時刻他們出來勸 那個真的很難 就像現在這個很難 那你現在十日今日 七十幾歲的這個老趙嘛 你再去找一個韓國瑜嘛 你要拉幫解派啊 我認為大家一說都說過頭 你們要展現大佬政治 你們要有大佬的風範 你不能說你給死鬼 死都信了你給我過來 你如果真的是百年政黨 你要對年輕的政黨 你要懷有包容之心啊 對他 那人家的民調 你要信 我跟你講 你不要騙別人 騙到連自己都信 你自己都開始相信說 哇 我侯友宜 哇 哇 我 我侯友宜是百年第一名 哇 我坦白講 我民眾黨很大一部分支持者 是39歲以下的 對 我這麽理你啊 我管你什麼 國民黨全台灣有多少個立委 多少個縣長 剛剛我什麼事 趙少康 我這樣講啊 你不要說我說他不客氣 你現在當年你出來選的時候 這一群民眾黨的主力支持者 還沒有出聲耶 對 你以為你可以勒索他們 他們根本連你是誰都不知道 還有一個老沈啊 沈富雄 沈富雄 誰是真的最近的 他簡直鬼上身的 不能看 真的也少 年紀大了 我要有一集有時間 我就整理出 沈富雄滇山倒四的所有的 來整理啊 他太好笑了 他先說 如果柯文哲當選 我就把我房子送給黃偉翰 對 結果搞了半天 後來又在少康節目講說 再買一棟新的 對 我所有房子都已經出脫了 我沒有 他不是說要再買一棟新的 那現在買了嗎 他就喜歡賭大的嘛 不是賭大的 你現在先買了再說嘛 你也沒買 然後你每天在那邊講說 之前就是他在吹 呃呃 臭棒了 哇 他接下來一定會得到很多票 哇 那知道不行了 就趕快 紅柯配 這到底怎麼 你就是要借柯屁這個管杖 你要跟他說 哎 拜託你 對 謝謝你 這邊兩隻腳都薄了 你還跟他借拐杖的時候 還在那邊 哎哎哎 拐杖拿給我來 其實我也這樣講 你不要以為我這個 這個 對趙阿康都有批評 其實不是 你戰鬥籃怎麼今年都沒有展現出威力來 先秀拋啊 秀完之後跟那個柯文哲講說 你看我這邊討逆反賊有功啊 你今天柯文哲要聽我的 我帶大家打仗 槍在手跟我走 結果呢 結果呢